我们曾经看过太多人翻唱他的歌曲 他创造过摇滚乐历史上的名场面 这位英年早逝的史上最传奇奇的首的一生到底是什么样呢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将会为大家分享关于Jimmy Hendrix传奇的一生 以及他的这把签名款的Finder吉他 欢迎收看本期的一人一琴 大家好我是潘国风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很久没有回到自己的小工作室为大家拍摄室内的节目了 非常想念大家 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也想跟大家聊聊最近我的近况 上半年的时候我比较多的忙于巡演和讲座的活动 走过了全国的26座城市 这个过程其实挺忙碌的 当然我也拍摄了不少其中的内容 在我之前的节目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在演出之余呢 我一直在准备我的两张新专辑 这些成果相信都会在不远的将来一一跟大家见面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来询问我关于接下来演出的情况 目前有三组可以预告给大家 第一也就是最近的10月份 我们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乐器展 我会参加10月10号11号12号三天的活动 具体的详情会打在屏幕上 欢迎大家来到上海乐展的现场跟我见面 第二呢就是11月份 我将会参与Tomo Fujita老师两场来华的演出 去年呢我是林薇寿命作为贝子手跟他一起表演的 那么今年我将会作为吉他手参加他的这两场演出 具体这些演出的详情会在过段时间公布给大家 第三就是我的新专辑 原生情歌集这张不插电的专辑 将会在今年年底正式的完全发布 目前已经上线了7首 总共有18首歌 发行的同时也会进行首发式的表演 具体的时间地点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的自媒体账号更新 四年前的2020年 我当时拍摄过一期叫做 我心中的十大吉的手的节目 排名第一的便是今天的主角 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标准答案 确实 Jimmy Hendrix几乎占据了所有你能看到的 吉的手排行榜的冠军位置 在现代音乐史上 Jimmy Hendrix可谓是最近这100年以来 最伟大的摇滚音乐家 创作者 歌手和吉的手 这在西方世界的语境里几乎是没有争议的 但对于咱们中国的音乐听众 包括一些非常年轻的 现在的年轻朋友来说 可能对Jimmy没有那么的熟悉 那么关于他之所以如此传奇的原因 包括他绚烂又短暂的一生 以及他创造过的那些影响后世的音乐 我都会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 一一为大家分享 Jimmy Hendrix 原名Johnny Allen Marshall Hendrix 1942年11月27日出生于美国的西雅图 他是黑人白人的混血后代 并拥有1%的印第安血统 幼年时记得他有一个算不上幸福的童年 这也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 Jimmy还有五个弟弟妹妹 其中有四位都拥有先天残疾 并先后都被送去了福利院收养 Jimmy的儿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在好心邻里的施舍和周记下勉强度日 父母在他九岁的时候离婚 隔年他的母亲Lucy便去世了 在那之后 他的父亲L给Jimmy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 也从此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 小Jimmy没有音乐老师 而是靠着邻居收藏的blues唱片 开始认识这个全新的音乐世界 中途辍学的Jimmy开始在西雅图弹琴为生 1961年18岁的他因为卷入了一场盗窃案而被捕 为了避免牢狱之灾职的想办法参军入伍 据Jimmy自己所言 他所加入的正是当时著名的101控降师 训练之余他便在军队的俱乐部里弹琴 Jimmy很快便厌倦了这里的生活 并开始炸伤和装病得以提前退伍 1960年代初美国的种族问题非常严重 黑人和白人被区隔的非常明显 包括音乐也如是 大多数的黑人乐手只能在被称作 朱长院线的场所进行表演 而这也是1963年到1965年 Jimmy开始闯荡音乐圈最常出现的地方 作为雇佣制的伴奏乐手 他合作了很多当时的黑人音乐人 在这个过程里虽然依旧很难糊口 但是Jimmy却长进申诉 无论是对于蓝调音乐的演奏经验 还是那些从前辈身上学到的 夸张的舞台表演方式 他每天都在努力的弹琴 甚至每晚都抱着急着入睡 睡醒继续弹琴 Jimmy试图将白人的民谣 摇滚音乐和黑人的blues r&b结合在一起 但这在当时并不被美国的主流群体所接受 依旧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 直到他24岁那年突然出现了转机 1966年夏天 Jimmy在纽约格林威治村找到了一份助唱的工作 并开始小有名气 这里是小众激进文化艺术分子的聚集地 Jimmy在这儿获得了黑迪伦的绰号 在滚石乐队级的首Kiss Richard的女友 英国女孩Linda Case的引荐下 Jimmy认识了正要从贝斯手转型为经纪人的Charles Chandler 并要带Jimmy去英国发展 1966年9月23号 Jimmy带着自己的全部财产 一把吉他 一身衣服 一个卷发棒 以及一瓶擦脸油和40美金 搭上了前往伦敦的航班 这时候的伦敦堪称世界文化的首都 Jimmy在最合适的时候开始书写他的人生传奇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传奇仅仅维持了四年 当时的英国几乎没有黑人乐手 但是整个的英国乐坛却都充斥着黑人音乐对他们的影响 大家熟忍着每一位黑人集的首的blues乐剧 但是Jimmy却与众不同 他全新的音乐语言和大家从未见过的表演方式 令整个英国乐坛为之震惊 同样他也是当时英国人很少见的真正来自美国的黑人音乐人 Jimmy在英国的出名速度之快可谓是神奇的一个过程 他刚刚抵达伦敦的当天晚上便由KC帮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派对 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英国本土的知名音乐人集的首 在当晚他就在这个小圈子里红了起来 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警察乐队集的首Andy Summers 当年没有网络 仅靠小圈子这些乐手的口口相传 在他酒吧现场观众的反应就逐渐辐射到了报纸电台电视 无论是当时的Beatles Rolling Stone The Who Eric Clapton 都纷纷成了他的超级粉丝 1967年到1969年 Jimmy在英国迅速的走红并大放异彩 组建了The Jimi Hendrix Experience乐队 并先后发行了Are You Experienced? Bolders Love Electric Ladyland 三张传世专辑和诸多的单曲 走红后的Jimmy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开始有机会回到美国参加表演 其中就包括大家最熟知的Woolstock音乐节 直到1970年的9月18号 Jimmy在伦敦的一个女歌迷的酒店房间的去世 享年28岁 关于Jimmy的死因以及他的一生当中诸多的故事我都没有提及 这其中有太多的细节和传说了 在他的故事里一直都伴随着非常多负面但有真实的元素 诸如毒品、性、谎言、政治、原生家庭等等 在这儿呢我想为大家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满是镜子的房间》是关于Jimmy的一本传记书 由作者Charles R. Cross撰写 懂男翻译 作者花费了多年的时间采访和收集资料 书中的很多故事有的来自于他采访的亲朋好友的口述 有的来自于Jimmy自己的个人预计 《露天机时报》是这么评价这本书的 这是一幅精彩的画像 徐树如生地描绘了Jimmy传奇灿烂的一生 感人至深又难以超越 这本书里几乎有关于Jimmy一生的一切内容 由于节目时间的所限 我就不一一地为大家讲解这些故事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大家可以买来这本书去看一看 Jimmy的一生里其实使用过不少的吉他 包括木吉他以及各种品牌的电吉他 而且其中最为熟知的便是Finder的Straddlecaster Jimmy的第一把Straddlecaster吉他 是他当时的女朋友送给他的一把1960 1966年Jimmy刚到英国的时候 Casey也送过他一把1963年的Straddlecaster 在这些标志性的吉他里 大家非常熟知的有花童 前些年Finder还出过一版墨西哥的复刻 包括那把琴的Castone Shop版本 我也在以前的节目里为大家拍摄和谈过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考古 在Jimmy非常活跃的60年代末 当时的Finder正好进入了CBS时期 所以我们大多数看到Jimmy所使用的新琴 基本上都是那个年代标志性大头的设计 也就是后来70年代上大家非常常见的这种大的镜头 好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开箱这把Finder的Jimmy Hendrix签名款的吉他 首先这是一把墨西哥产的Finder吉他 也是目前我们能买到的平价版本的唯一一把Finder的 Jimmy Hendrix吉他他的名字就叫做Jimmy Hendrix Stratocaster 颜色是经典的奥林匹克牌 我小时候买的第一把Square也是这个颜色 风目的纸板 Older的琴体 漆面是亮面的聚制漆 琴头采用了Jimmy的那种视觉印象里的反装的大头 他这么弹的时候那个琴头从他的那个镜像的角度来说是反的 所以我把它形容了一种异象化的这种致敬 有印象的小伙伴知道我去年在东京当时买了一个春天到栽 那个琴也是大头反头 就是致敬的Jimmy Hendrix 这把琴的纸板弧度是9.5 C型的琴镜厚度比较适中 整个的背后的弧度是比较圆的 21品中号Jumbo的品丝 试音器的型号是Vintage65的三单试音器 并且最后这一块也是这种异象的反向的设计 然后经典的Vintage的颤音琴桥 这把琴出厂原装的是1046的吉德弦 我现在给它换成了达达里奥NYXL 但也是10-46的琴弦 琴镜背后的连接钢牌上有一个Jimmy的logo 那关于这把琴的参数 差不多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听他各个神奇的声音 在Jimmy那个年代呢 大多数他省的级的还都是三档的 但是现在咱们可以有五档的选择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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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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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微跟大家说说这个反头的手感吧 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一部分是一个无效的显场 但其实它还是对音色和手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最起码在手感上 它的张力是和正向琴头不太相同的 自己的感觉就是刚开始弹会有点不适应 当然你调音的时候会更不习惯 个人的感觉它的高音弦会相比之下更难推一点 但是其实弹一段时间很快就适应了 在低音的振动和泛音的丰富程度上 我觉得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很微妙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找来一把反头的琴去试一试 因为大多数现在会使用反头设计的 更多的可能还是金属跃居多一点 把它放在一个Vintage的琴上 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 如果你很多推弦的话 可以感受一下手感的区别 是蛮有意思的 下面我们聊聊关于Jimmy的设备和音色 除了电机的以外 当然Jimmy也使用效果器和音箱 并且其实Jimmy是在使用效果器这件事上非常先驱的一个音乐人 因为他的名气和他非常棒的想象力以及创造力呢 当时的很多效果器的设计者就会把他们最新设计出来的样品拿给Jimmy去试用 在那个年代Jimmy是最先开始在唱片当中使用各种不一样的极的效果器的 可谓先行者的这样的人物 大家非常熟知Jimmy有标志性的法子音色 包括Jimmy对于弯音踏板的使用 对于摇摆的使用 对于Vibe音色的使用 关于Vibe效果 我专门拍过一期效果器的开箱 大家可以去考古 包括对于8度的使用 都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了后人对于效果器的理解和使用方式 Jimmy非常多的在自己的现场使用Marshall的音箱 今天在为大家演示这些不同效果音色的时候 会使用Fender前一段时间刚刚新出的综合效果器 Fender Tone Master Pro 它其中正好有一个Jimmy的预设 我来调整一下 去为大家展示几个Jimmy最标志性的效果器音色 在这之前补充一句 其实Jimmy对于混音也有非常多的创造力 他也是最早开始在自己的唱片里 用立体声录音和混音方式的音乐家 音乐器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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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音乐器音乐 音乐rets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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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到了大家喜欢的小课堂环节 Jimmy的演奏不能算是特别的严谨 甚至可以说有很多的错误在其中 而且他每次弹的都不太一样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传递给大家那些潜无古人的演奏方法 以及创作思路 Jimmy的演奏技巧其实非常的丰富 比如说大家常见他拇指去按弦 比如说他的推弦的方式 和弦的运用 以及他的那些具有标志性的和尚走向 Zither Harp 我认为这些东西都不见得是他最先创造的 但是把这些有趣的元素组合到一起 创造出来全新的划时代的音乐 并能在现场用完全不同的表演方式去表演 这才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就是这种整合能力 比如说他从黑人音乐当中吸取的那些东西 再结合了白人音乐的一些精髓和表达方式 变成他自己的原创音乐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讲关于Jimmy最经典的所谓double stop的这种演奏方式 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做过教学视频了免费的 在那里边有仔细的提过懂得自然懂 不过今天还是会在小课堂的环节里 针对于double stop包括和弦使用的这一点跟大家说一下 你按了一个大横按的和弦 现在我们是一个c的大三 然后大家看到 他会经常去加这个四音 他还会加这个小拇指的六音 四音 还会加二音 如果你拇指按不到 可以这么没关系 在你演奏你的大三和弦的时候 可以用这种方法丰富他听起来的动静 但是你要试着判断一下 这个四音六音或者二音 是不是符合你当时音乐的表达语境 我们可以单独的去使用这些双音的double stop 它听起来就会比单独的去弹某一个单独的旋律或者和弦要有趣丰富 更容易把节奏增加在里边 这里可以给大家举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我之前发现过一首单曲名字叫做愿落 实际上它的主要和弦在主歌的部分就是 G和C 如果说级数的话就是一级跟四级 但是后面有键盘铺 香琴扫整个的和弦 我的吉他想在上面增加一个 有点旋律化又是靠和弦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旋律的时候 当时我就所谓的分解和弦或者说double stop的方式来演奏这个一级和四级 在G的时候我选择的是这么弹 然后到了四级 我使用的是 我们现在加上根音去弹 它听起来就是这样的 希望这些小办法可以帮助到大家开拓你的思路 让你的音乐变得听起来更好听更丰富 Jimmy Hendrix已经离开我们54年了 而他的音乐以及他的演奏方式一直都流传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里 我们熟知的Eric Clapton SAV John Mayer都深受他的影响 几乎每一个季的首在jam的时候都会玩上几下 Jimmy Hendrix的歌 就连G3也不例外 Jimmy的一生虽然非常短暂 但他的一生有非常多的内容可以供我们来研究 包括他的歌词 他的曲式 以及他的编曲等等 甚至他引领了一种视觉艺术的风格 你对于音乐的理解越深就越会感受到Jimmy身上的那种魅力和创造力 常看我节目的小伙伴也都知道在我以前的节目里经常会涉及关于Jimmy Hendrix的内容 无论是翻弹还是在各个节目里边都会提到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我们会感慨于召唤弄人也会叹息于他悲凉的结局 但他却为我们留下了那么炙热又宝贵的音乐财富 启发着后来的那些音乐人们 在这些奇妙的影响下 我相信一定会诞生更多有趣的传奇的故事 通过制作这样的一期节目 我又一次重温了他那个精彩又发人深省的人生 希望这样一期认真制作的节目大家会喜欢 希望大家看得愉快 同时也期待你的一键三连 我是潘高峰 咱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 按音乐爱立动爱分享 重新定义我们与音乐的关系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接下来上海乐展现场见